我們敬愛的廖教授 我們電中心吳小姐 各位主管們大家 早安 大家好 今天很感謝我們廖教授從台中來 也感謝各位主管 利用天的時間 到這邊來充電 那今天是我們 現在我跟人事行政總署的地方 是這個中心所合辦的政策傳承 創新的行為人實行 課程大概三門課 上午的課程是由我們廖教授來擔任講座 講題是大數據 地方公共事務制 下午的課程是 雅惟都是我們東海大學的老師 一位是陳舊正 陳老師 他的講題是區域觀光的特色跟產業的整合 另外一位 乳俊孟老師已經到 他的講題是有關生態公園 舉生態公園的例子來闡述 有關創新政策規劃 談正義 所以有三個主題跟內容 我們可以講說 今天的課程是一流的四支 非常優質的課程 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實用 我們都知道網路時代 網路上有非常巨量的資料 怎麼樣從這些資料裡面去瞭解一些 我們這個規劃所需要參考的資料 特別在私人機構也一樣 這種能力的提升是很重要 對於大書記這個議題 我想我們上午 廖老師會跟各位說做三個小時很詳細的有趣的說明 我們廖老師他是知識大學工行學的博士 目前在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擔任助理教授 同時也是電子治理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他的一個專長的領域 包括他的本業 工行、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品質理論、發展 之外 特別對於智慧外政府和電子治理 這兩個領域是有深入了一個研究 今天的成績是大數據 是他的本行跟食物參與很多的一個主題 課程內容的話 各位資料也可以發現 是有很大的一個實用性 我相信這個上午的課程一定會讓各位 對於這個主題有深入的了解 對各位將來在右轎動上有大的幫助 下午的主題有關觀光跟這個產業的部分 我們也都知道 澎湖是以觀光為發展的命脈 今年的方方 從去年的衰退之中已經復出了 特別在米飯屋的鮮規裡面 鮮規裡面現在也知道 今年大概預估的官方人口 大概會回復到105萬這個數字 我們也希望藉由下午兩個小時 南克陳教授的一個 跟大家經驗分享 能夠對於各位 就官方這個議題有些新的想法 那最後一個我們這個盧老師 他提了那個生態公園的案例 來闡述怎麼樣去用創意來做這個規劃 落實在我們的民眾服務的內涵裡面 也非常有趣 雖然只有短短一個鐘頭 但是我看資料寫的是蠻有趣的 我這樣今天一定 雖然花為各位一天的時間來到這邊 但是一定會有超過一天所值的收益 收穫 那我們現在就用第二天掌聲來歡迎廖教授 我來看資料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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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資料 那你為何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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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躁